花蓮市立图书馆一年一度多元阅读推广计划系列活动7月1号登场 今年的亲子共读谈的是性别平等多元文化等等 为青少年准备了媒体试图和人权教育的议题 还有食农教育体验活动及乐活养生等丰富有趣的内容 欢迎有兴趣的大小朋友们可以踊跃报名参加 为了迎接暑假 花蓮市立图书馆从7月份开始展开一年一度的多元阅读推广计划系列活动 而在7月1号打头阵登场的就是印尼故事与皮影戏 邀请讲师张美军特别将性别平等与多元文化观念融入在活动当中 那皮影戏其实有很多种 我们今天就抓了一个比较简单 然后就让小孩发挥想象力 就是让他们画画 就让小孩知道说其实男女都是平等的 可是在台湾是看起来很简单 男女平等台湾都很平等 可是在别的国家不是这样的 到现在还是有不平等的地方 在暑假之间 几乎就是孩子放假的时间 每一天都有办理各项的一些活动 那今天是办理我们一名张老师 然后在这边讲解印尼的一些故事 那有一些性别甚至一些皮影性的一些故事 跟神话的故事 那我们希望在暑假期间 也希望爸爸妈妈能够带大家到我们 到进风营区的胡同馆这边 然后来参加活动 那我们很多活动都会在我们的脸书跟我们的网上 近日来信操事件频频出现在新闻版面 也凸显出性别平等教育的必要性 而讲师张美君则带领情子共读 马拉拉的魔法铅笔图画书 希望透过活动启发每一个人 去发现自己神明中的魔法 同时也鼓励小朋友们 不管再多艰难的处境 都要捉住希望 努力地让声音被听见 记者徐立青 华林时报道